我和大学室友一起获得了一次 现实超能力体验机会 他抢先选了红色药丸 能够增加异性对自己的好感 我只能选择蓝色药丸 获得双倍时间 但只对自己有效 十年后 超能力体验时间到期 我们在同学聚会上重逢 我成了顶尖科技公司首席技术官 他被豪门富家算计抛弃 落魄到酒店甘宝节 他发疯捅了我 拉着我一起重生回到选择药丸那天 这次他抢先吃下了蓝色药丸 得意洋洋的准备看我重蹈他的覆辙 他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 我想要的就是那枚红色药丸 灵妖 我和室友一起重生回到了选择药丸的那一日 神秘人张开手掌 指着手里两枚药丸 正要解释红色药丸的超能力是 江竹心一把抢过了另一枚蓝色药丸吞下 如是重负的舔了舔唇脚 我知道 红色药丸能够增加异性对自己的好感 蓝色药丸能获得双倍时间 只对自己有效 他转头看向我 得意洋洋 靠男人总有被抛弃的一天 获得的时间却是自己的 你说对吗 沈如棠 上一世 我和江竹心一起选择药丸时 他抢先选了那枚红色药丸 很快 他把身边异性对自己的好感度拉到极致 吸引了一堆舔狗 有的帮他写作业 有的给他买花 买零食 有的直接送房 送车 杂奢食品 最后 他选择了同学中的顶级富二代结婚 拿他当跳板 又接触到更有钱有势的异性 离婚三次后 他已平民出身 成功嫁入豪门 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而我吃了那枚蓝色药丸 获得了双倍的时间 我算不上非常聪明 只能靠着多出来的时间苦学 一路读研读博 用别人两倍的时间刻苦钻研 我勉强成了天才 被导师引荐进入顶尖科技公司工作 又靠双倍的工作时间 当公司克服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 成为首席技术官 十年后 超能力失效 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成果和财富 名利双收 也不需要再花时间拼命努力 江竹心的老公却立即对他失去兴趣 丢下一纸离婚协议 早看他不顺眼的婆婆手段高明 没分他一分钱 赶他净身出户 当了十年阔态 他早已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只能在酒店干饱节 同学聚会上 我和江竹心重逢 他被生活折磨得一腔怨气 强装有钱又被人戳穿 恼羞成怒 便记恨起了被众星捧月的我 如果当初是我吃下那枚蓝色药丸 他假借敬酒 拿水果刀捅进了我的心脏 失去意识前 我耳边是他愿毒的重码 沈如棠 是你抢走了我的人生 02 我没有理江竹心 年起那枚剩下的红色药丸 咽了下去 超能力的体验时间是十年 助两位好运 神秘人欠身致意 凭空消失 我和江竹心重新回到了宿舍 另外两位室友有客不在 寝室里只剩我们两人 不就是用双倍的时间来学习吗 沈如棠 我比你聪明 江竹心上辈子仔细研究过 媒体上关于我的报道 对我走上人生巅峰的全部经历 如数家珍 这辈子 他打算照葫芦画瓢 复刻我的成功 他很有信心 单论智利 他也确实比我聪明一点 我笑了笑 没有反驳 江竹心想吃学习的苦 就让他吃去吧 他不知道的是上一试 我想要的 一直是那枚红色药丸 异性的好感度 能换来的不只是爱情 还有资源和利益 上辈子的江竹心 也懂这个道理 但他太蠢了 他不断寻找着 更强大的异性 然后依附他们 做人人艳羡的交期 却从未做过长远打算 没想过 把撬动的资源和利益 握在自己手里 终活一世 他竟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03 大三上学期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 室友们都在抓紧时间复习 只有江竹心悠哉悠哉 因为他有双倍的时间 可攻挥霍 而我必须提高效率 晚上在脑子里 过了一遍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 为了加快速度 我利用超能力 提升了我们单级点 最高的学霸 对我的一点好感度 提升异性好感度时 其实是可以控制程度的 上辈子的江竹心 总把好感度拉满 享受异性 对自己的迷恋和追逐 但我只需要一点点 刚好够 和我不太熟的学霸 愿意在午休时间 抽出一小时 指点我在上午复习中 遇到的问题就行 另一位室友李莹 偶然碰见了我和学霸 在食堂一起学习的场景 他拍了张照片 发到宿舍群里 爱特我 发了个狗头表情 如堂老实交代 抱上大腿了 还是有情况了 第三位室友刘月月 也跟着发了一只狗头 我没来得及回复 江竹心已经开始阴阳怪气 哟 都搭上学霸了 把好哥哥的笔记 借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上辈子学霸哥 也是江竹心的舔狗之一 他的所有作业 都是学霸哥代笔 期末考试 找不了男生代考 江竹心只好临时抱佛缴复习 他的复习材料 就是学霸哥辛苦整理的笔记 但他从未和我们分享过 李莹也曾想过 找学霸哥借笔记 被江竹心洗脑至深的 学霸哥回复 我的笔记只给竹心一个人看 李莹气得在背地里 大骂他们三天狗男女 李莹和江竹心的友好关系 也就此破裂 后来我把自己的笔记 分享给他们参考 他们俩也帮我补充了 很多重要内容 除去江竹心外 我们寝室其实关系不错 毕业后偶尔还有联系 江竹心想在群里引战 我却无所谓 把自己记的笔记发了出去 他的笔记我没有 我得你们随便看 李莹和刘月月都表示感谢 江竹心很不乐意 都这么亲密了 谁信你没笔记啊 再说 你的笔记有什么用啊 我毫不客气对回去 没有你别看呗 江竹心冷笑 不看就不看 还当自己是学霸呢 04 自重生后 江竹心心里攒着一股劲 想证明自己比我强 我们本来成绩差不多 得到超能力后 我越发刻苦 卷成了年级第一 也卷到了保研资格 这是我上辈子成功的开始 江竹心则学会了不劳而获 他致不在此 考试低分飘过 这次他拥有了双倍时间 下定决心努力学习 起码一定要在记点上甩开我 可江竹心已经十年没有努过力了 他早就忘了怎么努力 开着双倍时间 一会刷刷手机 一会儿吃点零食 很快就要考试了 他终于着急起来 猛学了几天 可能是双倍的时间 给了他双倍的自信 进入考场前 江竹心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沈如棠 男人可帮你考不了试 我满脑子都是更重要的事 对他的话只当耳旁风 哎叫就让他叫吧 反正吵不到我 寒假前 学尾把期末成绩发到了班群里 江竹心果然考得不错 晚上我回宿舍 刚踏进门 就听见他夸张地念入我的分数 哟 沈如棠每天早出晚归 学霸手把手教你 也才刚及格呀 他越发确定我上辈子的成功 都是因为双倍时间的超能力 我没有理他 考试分数也早在预料之中 因为我每天只上午学习 下午和晚上的经历 都在做市场调研 找学霸请教 也只是为了保证自己考试及格 能顺利毕业 重申后 吞下红色药丸的那一刻 我就放弃了全技点的路线 本就没什么天资 何必异心铺在升学上面 人要学会扬长臂短 我最大的优势在于 能提升异性对自己的好感度 一点好感度 可以帮我获得很多 上辈子出不到的资源 我决定开始创业 05 结束期末考试后 我把全副身心 铺在自己的事业上 上午约了学生会主席 打羽毛球 中午和美术系的学弟 一起共进午餐 下午陪着计算机系的学长 在咖啡馆敲代码 晚上去酒吧门口 蹲住校外的富二代 学校就那么大 又被江竹心碰见了几次 他笃定我和他上辈子一样 想靠八家男人上位 回宿舍时 他总要阴阳怪气我两句 沈如棠 我看你挑男人的眼光也不行 你这选的都是什么货色 我都看不上眼 江竹心上辈子选男人 只有两个标准 帅哥或者有钱 哦 还有个学霸哥工具人 我冷淡的瞟了一眼 他桌上摆满的学习资料 考完试 江竹心学习动力大减 他每天嚷嚷着要去图书馆 结果总是睡到下午才起床 边吃饭边追剧 到晚上才装模作样 把资料拿出来看两眼 上辈子这个时候 我已经联系好老师 进组做实验了 江竹心 时间多 你可以多吃几口饭 好长点脑子 沈如棠 江竹心占红了脸 叫得像个烧开的水壶 我懒得理他 转头问一旁 刚吹完头发的刘月月 月月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 很厉害的计算机系的学长 能推我一下吗 我有事想请他帮忙 哦 你说赵明辉吗 好的 我先跟他说一声 刘月月刚掏出手机 江竹心立刻就来劲了 月月 你不是暗恋赵明辉吗 推给沈如棠 不怕他翘你强脚啊 被当众捅脱心思 刘月月白净的脸颊 他染上一抹红韵 为难的看着我俩 一直没有管江竹心 是因为不想在这种人身上 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可他耽误我的事业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拿起水杯 泼在江竹心那张娇好的脸上 喜喜你的姓缘呢 行吗 他睁圆了眼睛 将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伸着爪子朝我扑过来 然后绊在桌子腿上 狠狠摔了一跤 06 江竹心顶着满脸的水 连夜打电话叫醒辅导员给他评理 他揉着青子的膝盖 楚楚可怜 老师 沈如棠在宿舍霸凌我 他故意拿水泼我 还把我推在地上 您看 都摔成这样了 上一世的江竹心 和辅导员关系密切 班上推往学院的评奖名单上 总是少不了他 惹出了很多非议 大家都说辅导员被忠油蒙了心 只有我知道真正缘由 我们专业的辅导员是位男性 江竹心被我气得头昏脑胀 下意识以为 他会像以前一样 无条件站在他这边 却忘了 我满脸歉意 不好意思 打扰老师了 都是误会 我不小心把水打翻 撒在欣欣身上 他站起来又把自己绊倒了 我本以为是件小事 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生气 江竹心发出刺耳的尖叫 你明明是故意扑我 我可以叫其他室友来作证 我直视辅导员的双眼 把他对我的好感度 往上稍稍波动了一次 老师 这样吧 您早点回去休息 我会向欣欣道歉的 辅导员打了个哈欠 满意地点点头 室友之间都是小事 快回去吧 他站起身 做出送客的姿态 江竹心 做人大度一点 别和同学计较 老师 您 江竹心还想说点什么 对上辅导员不耐烦的眼神 忽然闭嘴了 回宿舍路上 他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沈如棠 你卑鄙 给我等着瞧 江竹心的破防 让我心情愉悦 有的人 从来只许自己使用特权 侵占别人的利益 我做得上不及 他前世万分之一 他就开始咬牙切齿 真是 活该 07 接下来一阵 我忙得脚不沾地 清晨出门 熄灯前回宿舍 倒头就睡 和江竹心没什么接触 他也就消停了几天 熬了个通宵 将产品出不完工 早晨我轻手轻脚地回到宿舍 一觉睡到中午 半梦半醒间 我听到江竹心的声音 沈如棠成天在外面 和不同的男人鬼混 我听学生会的朋友说 他靠这个挣钱呢 刘月月有些迟疑 不是吧 辉哥说 他们最近在忙夜项目 沈如棠吃笑一声 男人的话你也信 上次我就警告过你了 赵明辉成天和他待在一起 你呢 你多久没见到他了 李莹和江竹心 向来有些不对付 你别空口无凭地造谣人家 江竹心提高音量 造谣 你看他桌上那些 没拆封的大牌化妆品 他以前有钱买吗 我睁开眼 刷得拉开床帘 江竹心 你是属节肢动物的吗 这么能曲曲 刘月月一脸尴尬 堂堂你在宿舍呀 我们以为你早上出去了 江竹心浑身上下 数一张嘴硬 谁知道你那么不要脸 躲床上偷听啊 我看了眼时间 懒得和他斗嘴 火急火燎 爬下床洗漱完 拿起电脑冲下楼 林维生正在宿舍楼下等我 你怎么这么慢 要迟到了 他身材高挑 相貌出众 引得路过的女生 频频侧目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开车 林维生轰鸣的法拉利 停在我身边 引起了一阵围观 我抬头往楼上看了眼 正好瞧见江竹心 看出来的半张脸 在他刀子式的目光中 我拉开法拉利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上去 08 重生后的第二天 我就报名了 学校和市里飞衣博物馆 合作了一个 宣传传统夜雕的文化创业项目 我决定开发一个小程序游戏 整体视觉设计 都模仿夜雕的风格 其实这想法 我上辈子就有了 但当时我不会技术 也不懂美术 没有资源 也没有人脉 放弃了尝试 这辈子 靠着提升异性好感度的超能力 我忽悠来两位大佬 无常开发程序 又骗来美术学院那边 才华横溢的师弟 无常做视觉设计 还说服学生会主席 给我们找了个免费的办公场地 搭起草台班子 我们就开始尝试 大家都是生活费困窘的大学生 前期的投入 勉强还能负担 但我的野心 不止于完成一个学生作品 我还想买量 宣发 将游戏真正推广出去 这个游戏美术风格独特 玩法简单有吸引力 我相信他一定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既宣传了传统文化 也能赚来第一桶金 可是游戏的后续完善 以及后期宣发推广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我描上了林卫生 他是我们学校的顶级富二代 上辈子 江竹心第一段婚姻 便是嫁给了他 这位大哥不缺钱 对我们的项目也不感兴趣 我费尽口舌说不动他 只好使用金手指 调高他对我的好感度 前一秒他静止往前走 神情冷淡 没兴趣 下一秒他停下脚步 回过头 眼睛里闪过一丝信慰 但是你说来听听 林卫生就这样被我拉上了贼船 有了他 我们开发程序的硬件设施 大幅升级 日常伙食也改善许多 大家精神愉悦 效率翻倍 我们报名了市里的创业项目比赛 今天下午是最后一轮决赛 林卫生载着我一路风驰电撤 及时赶到现场 我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 微笑着站上了展示台 09 我获得创业项目比赛 特等奖的消息登上学校官网 同时 一则沈如棠主动当小三 勾引林卫生的匿名帖子 引爆了学校论坛 相信前几天 不少人都不睹了林卫生开着法拉利 在女生宿舍楼下等沈如棠的场景 沈如棠的创业项目 也是林卫生花钱支持的 林卫生有正牌女友 是隔壁校的苏小倩 隔壁学校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 沈如棠不要脸 爬了林卫生的床 当小三撬人家墙角 为了增加说服力 帖子下方还配了一张 我做上林卫生法拉利的图 那张图明显是从上往下俯拍 很快有人附和 对对 当天我在现场 亲眼看到林卫生来接沈如棠的 有隔壁校的前来吃瓜 我隔壁校的 我作证 我们学校都知道 林卫生的女朋友是苏小倩 有人为苏小倩抱不平 苏小倩不是大美女吗 这女的长得这么平平无奇 林少看上了她哪一点啊 有人直接开骂 当小三 见得嘞 有人质疑 合作伙伴一起去参加比赛 有什么稀奇的 别乱造谣 有人反驳上一条 知道别人有女朋友 还做副驾驶 不明显有问题吗 这条也很快背对了 大哥 这辆法拉利就两个座 不做副驾驶 难道做车顶啊 又有人放出了劲爆猛料 看官网最新消息 放出了沈如棠项目团队的合影 团队里只有她一个女的 她什么成分 我不说 这条回复立刻被顶到前排 有人评论 这项目 沈如棠付出了什么 该不会是身体吧 各种谣言以讹传讹 愈演愈烈 庆功宴上 我收到了李莹转发过来的消息 唐糖 你看看这个 十 用脚趾头也能猜到 这是江竹心的手笔 她上辈子 吃着一堆甜狗的红利 撬了不少人的男朋友 自然也招了许多女生的骂 林维生和苏小倩分手后 是她被骂得最惨的一次 上辈子林维生 本来和苏小倩两情相悦 家里已经在筹划订婚了 结果她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江竹心 还非她不娶 寻死觅活 这是当时传得沸沸扬扬 最后林维生家里 解除了她和苏小倩的婚约 捏着鼻子 扔下了这门亲事 而惨遭抛弃的苏小倩 得了重度抑郁 在一个深夜 从楼上跳了下去 苏家和林家两家 原本是失交 就此反目成仇 断了许多商业上的合作 林家口碑跌落 也越来越不景气 这时 江竹心攀上了另一个高枝 抛弃林维生 风风光光二架豪门 听说离婚后 林维生一直把江竹心 视作白月光 苦苦等她回头 但后来 江竹心被最后一任丈夫 赶出家门后 又去找林维生 林维生却把她去之门外 幡然悔悟 她自觉对不起苏小倩 整日跪在苏家门口 求他们告知她 苏小倩的墓碑在哪 被苏家拿棍子轰了出去 这种豪门间的爱恨情仇 一直是笑有间八卦的谈资 所有人都不理解 林维生骤然的态度变化 认为她是鬼迷心窍 只有我知道 江竹心动用了她的超能力 把林维生对自己的好感度拉满 强行抢走了她 一对天造地设的情侣 就这样被拆成了苦命鸳鸯 江竹心自己做过的恶心事 还非要安在我头上 我冷笑一声 放下手机 端起面前的饮料 和旁边那位轻轻一碰 感谢小倩正式加入我们团队 接下来宣发的工作 就靠咱俩合作了 十一 学校论坛里 很多人都在蹲沈如棠 当小三话题后续 其中不乏许多外校的学生 当晚 有人发出了苏大小姐发声的新帖子 热度很快被顶到第一 帖子里是两张朋友圈的截图 第一张是苏小倩公开发了 我俩亲密搂着对方胳膊的合照 佩文 和堂堂合作很愉快 另一张是苏小倩配了张夜雕游戏积分图 和一张大牌化妆品 高端电子产品落在一起的照片 佩文 堂堂给我的宣发任务 要怎么完成呢 发愁点GPG 这样吧 每周游戏积分榜前十位 将一次获得下图奖励 大家快来参与吧 帖子下方的热评第一是 任正主都没出声 不知道一些阴暗小人蹦搭个什么劲 热评第二是 求问在哪可以玩这游戏啊 我想要奖品 傍晚 我们开发的小程序 被迅速增长的玩家挤崩了三次 庆功宴都没吃完 我就赶着两位技术大哥回去修BOG 夜雕游戏 借着这波吃瓜热度 很快在大学生圈子里风靡 最后一路狂飙 甚至上了微博热搜 警号夜雕 上瘾 警号 警号夜雕 画风 警号 警号 警号夜雕 高峰攻略 警号夜雕 又崩了警号等词条迅速占据榜单 我们一群人围在办公室里 被泼天的富贵砸得头晕目眩 十二 小倩你好厉害 我抱着苏小倩猛吸 呜呜 美女好香 林卫生站在一边 喊笑看我 我学了个空隙 把她叫到门外 开门见山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有好感 但相信我 这其实不是你的本意 我回头看向正满脸自豪 笑得开怀的苏小倩 其实生活里好感和心动 都是常有的事 但你要分清楚 哎 是长久悸动 只为那一个人 林卫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有些正愣 被大家环绕的苏小倩 美得发光 她是个很好的人 其实在联系林卫生前 我就是试图联系苏小倩 加入我们团队 但当时她纠结了一阵 还是婉拒了 不好意思 谢谢你的邀请 但我什么也不会 我没办法说服她 便转头去操控了林卫生 然后通过林卫生 拉她入伙 苏小倩虽然家庭条件好 人也漂亮 但她性子软弱 不够自信 我曾经在隔壁学校 一场社团活动上见过她 她对营销这块 有很敏锐的感知力 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江竹心造谣我后 苏小倩的第一反应 不是删帖 而是任凭热度发酵 然后借此营销我们的游戏 只是堂堂 你要挨些吧 苏小倩有点担忧 我压根无所谓 我心坦荡 分毫不拒 我希望这次的成功 能让她发现 人生的价值 并非旨在于爱情 还有许多种精彩 即便最终林卫生仍然变心 她也依然可以为自己而活 做这些 就当是为擅自调高了 林卫生对我的好感度 所做一点补偿吧 许久 林卫生点了点头 仿佛松了一口气 那帖子怎么办 我狠狠磨了磨牙齿 露出一个邪恶的微笑 宣传这么成功 都得感谢江姐 既然如此 送她一个警局一日游吧 13 我在学校论坛上 公开发布一篇帖子 对这件事做出回应 感谢大家对夜雕项目的支持 之前有关我的帖子 均为不识消息 涉嫌诽谤和侵犯我的名誉权 我以搜集相关证据 提交警方 出于保护对方个人隐私的考虑 我不公开透露 恶意攻击我的发帖人信息 但我希望他能知错就改 删帖道歉 也希望谣言传播者们 都引以为解 话虽如此 警察通过学校 联系了江竹心的消息 仍然不进而走 论坛上的热点话题 也变成了室友造谣真可怕 夜雕小程序 很快吸引了大量的广告商 和有购买意愿的游戏公司 我和团队成员商量后 江小程序 交给两位技术大哥继续运营 苏小倩负责管理 其余人按比例 每年获得一定的分成 拿到手笔收益时 我数了数银行卡 余额上的数字位数 乐乐开了花 有了钱 我决定搬出宿舍 回到寝室 我把桌上苏小倩 送的崭新的大牌化妆品 都分给了另外两位室友 月月 感谢你帮我联系赵小辉 帮你鉴定过了 他人品不错 你眼光很好 加油哦 盈盈 感谢你替我仗义直言 这两天早起初晚归 可能打扰你们休息了 多多包涵 提出我要搬走 他俩都有些受不了 主动帮我收拾行李 江竹心以为 吸引了异性 就会被同性憎恶 疏远 可归根究底 遭人讨厌 是因为贪婪用能力 情商太低 性格恶劣 就在把东西 都搬到出座屋的那天 我收到了江竹心的公开道歉 我发布在校园论坛上 有关沈如棠的相关信息 均为捏造 我为对他造成的名誉损害 表示诚恳抱歉 划走页面 我内心毫无波澜 学校秉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劝我不要再追究 我同意了 原因无他 我打算马不停蹄的 开始下一个创业计划 不想浪费一丁点时间 在烂人身上 这辈子我没有双倍时间了 我深感 人生的每一秒钟 都如此宝贵 14.再次与江竹心见面 是在大半年后的一场选拔测试上 国外顶级学校的大佬 被邀请来国内讲座 顺便选拔学生 他的选拔方式别开生面 是举办一场游戏性的测试 测试考察 包括短时记忆力 计算能力 反应力 等等 总而言之 游戏规则 对双倍时间的能力来说 非常有利 上辈子的我 便是通过这场测试 被大佬看中 获得了全奖深造的机会 铁了心复刻我的江竹心 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测试 碰到他也在意料之中 当时他看到我时 警觉又诧异 沈如棠 你来这干什么 我有些好笑 报名通过 我就来了 他轻蔑的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你以为这次你还能赢吗 就算你能调高教授 对你的好感度 比赛结果也做不了价 嗯 我赞同地点点头 可我赢不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赢吗 江竹心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走着瞧 游戏很快开始了 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答题器上做题 这一次 失去了超能力的加持 我清晰地感知到了自己的平凡 很多疏忽而过的画面 只在我脑海里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 什么也没来得及记住 但比起上辈子的全神贯注 这次我很放松 全当一场游戏体验 我连猜带懵地写上了答案 其实江竹心没有想过 上辈子我在这场考试上的出色表现 并不全是因为超能力 参加比赛前的半年 我就在日复一日地训练自己 大脑确实是可以通过重复的训练来增强的 我通过双倍时间的刻苦练习 又通过比赛时超能力地作弊 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鱼木混珠的天才 后来的很多年 我为了不暴露自己庸才的本质 日复一日的苦学 从未懈怠过一秒 连导师都由我谈话 让我注意休息 享受生活 精神不要太紧张 你是一个聪明努力的学生 你唯一要做的是对自己好一点 他如此鼓励我 我却感到无比羞愧 身边的天才越多 我越是恐惧 因为我知道 我的聪明是虚假的 十年后 我将会失去他 十五 以我对江竹心的了解 他根本不会刻苦练习 这场测试 他即使开了双倍时间 也达得非常艰难 越到最后 他脸色越白 鼻尖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测试结束 很快 大屏幕上出现了第一批淘汰名单 沈如棠赫然在列 江竹心朝我看过来 露出挑衅的笑 他用淳语说 我赢了 我回他淡淡一笑 他永远无法理解 我从未想过和他比个输赢 那没有任何意义 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 随着一批一批参与者淘汰 最后 全场只剩两个人 大屏幕上 一边写着江竹心 一边写着许卓 在想撤全场的倒计时生里 教授揭晓了最后的结果 许卓 他的积分遥遥领先 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 上辈子 我只比他少两分 教授破格录取了我们俩人 我们师出同门 一起合作的无数个瞬间 我不得不感慨 我和顶尖天才之间的差距 不是靠双辈的时间和努力 就能弥补的 所以毕业后 我放弃继续科研 选择进入业界工作 但上辈子的许卓过的 也并不如意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研究方向 并为之努力了很多年 没有研究成果背书 再加之是位华人女性 愿意投资他项目的人 少之又少 他在缺少资金支撑的情况下 走得磕磕绊绊 呕心力泄 那是一段漆黑又漫长的路 连他自己也看不到曙光 但他放弃了一切 毅然决然地往前走 那时我已经毕业 进入公司工作 他偶尔会和我电话 讨论最新的成果 和接下来的方向 他给我话柄说 等研究完成 就和我出去单干 成立一个震惊还宇的公司 我也会打去说 等我成了首席技术官 一定说服股东 来投资你的项目 后来我真的成了首席技术官 他也做出了最终成果 他研发的技术 公之于众的那一刻 举世瞩目 但他却不在了 癌症出现早期症状时 他正在竭力攻克 最后一个难关 他费寝忘食到 完全忽视身体的疼痛 以至于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最后 他在病床上 敲完了论文的结尾 致谢礼 他写道 感谢我最好的朋友沈如棠 对我一直以来的相信和鼓励 对不起 我要食言了 这一世 我创业的唯一目的 便是全力资助他 完成他的梦想 我不要那样的遗憾重演 16 江竹心落选了 他在得知结果的那一刻 冲到台前 冲着教授大喊大叫 我是第二名 为什么不要我 教授温和地注视着他 摇了摇头 用别角的汉语说 抱歉 你没有达到标准 这不对 这不对 江竹心忽然指着人群中的我 生死历劫 当时你明明还选了他 教授看向我 疑惑地扶了扶眼镜 用英语问身边的人 他是什么意思 他或许被结果打击到了 有人低语 主办方叫来保安 把失魂落魄的江竹心架了出去 选拔结束 我在会场外等到了年轻的许卓 正好目睹他一边走路 一边出神地想着什么 一头撞到了电线杆上 然后慌忙给电线杆赔礼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扑吃笑出声 许卓字牙咧嘴地揉着额头上的大包 朝我看了过来 然后跟着我傻笑起来 我找他要了联系方式 我知道你有一个绝妙的想法 没关系 你大胆做 我会全力支持你 想了想 我补充到 包括钱 他的眼睛里 饱含着这个年纪特有的清澈和愚蠢 感激地握住我的手 谢谢你 陌生人 思考了几秒 他迟疑着 问 你不会设骗子吧 17 许卓去赌博后 我开始打拼我的事业 拉着林卫生和苏小倩入火 我有了较为充沛的启动资金 又靠着提升异性好感的超能力 我忽悠来一帮男人帮我卖力干活 我开始游走在各种社交场合 拉投资 接项目 搭渠道 跑通上下游 竭力拓宽市场 我只是一个没有太多经验和背景的商业新人 还是个年轻的女人 但在这个男性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权利和资源的世界里 超能力使我如鱼得水 最初的轻蔑 怀疑 警惕 在我轻轻拨动好感的天平时 就会变成不自觉的欣赏 期待和某种隐秘的渴望 然后误导他们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 而同时 我拉起来的团队配合着我理顺供应链 让不同的项目成功跑起来 慢慢就有了利润 我精心控制着超能力提升的好感程度 尽力不让过多的好感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欣赏变成战友 渴望变成强烈的欲望 未必会是件好事 游走在男人间 我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慢慢的 会有一性主动寻求与我合作 我开始不再需要超能力 许卓也开始了他对于项目的研究 有了资金支持和我上一世对项目残留的记忆 他少走了不少弯路 进度快了许多 但仍然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效 他的项目简直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大把的砸进去 一砸一个不支声 外界很多知名人士不看好我这种投资行为 说这是过分的乐观 盲目的冒进 愚蠢的挥霍 在公司开会时 也有人拿这句话劝说我放弃 连带着许卓也不好意思起来 要不先搁置 干点别的有实际效益的 我翻了大大的白眼 你们懂什么 老娘是重生的 这个世界只有我见过她的光芒万丈 18 获得超能力的第九年 许卓黎做出成果只差临门一脚 而我的资金也即将枯竭 强撑下去 现金流断裂 公司将面临破产的风险 为了解决资金难题 我决定就许卓的项目开展新一轮融资 我又开着金手指 一头扎进了金融界 在精英男士们中间游走 正在紧要关头 市面上突然传出了 对我公司形象不利的种种风声 掀起了轩然大波的一项指控式性别歧视 匿名发帖者声称 我司管理层超过81%由男性组成 这证明我司在招聘和提拔上 显著歧视女性 尤其是 公司的老板是一位极其有魅力 并擅长与男性打交道的女性 更为这场舆论风波增添了几分暧昧桃色 有激进人士称 沈如棠作为一名杰出女性 彻底背叛了我们整个女性群体 在舆论的猛攻下 我的融资计划摇摇欲坠 即便我能调控那些精英男士的好感 但好感的些许增加不足以抵抗庞大的风险 在利益面前 他们变得极端冷静 而如果我把好感调得太高 也会带来另外的风险 江竹心就是前车之剑 他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偏执狂 江竹心拉满他对他的好感 导致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强烈的爱 他在和他结婚后将他圈禁起来 斩断他的全部社交 不让他与外界有一点接触 他熬了足足三年 才抓到机会 攀上了另一个男人拯救他于水火 想起江竹心 我忽然觉得 这场舆论危机的出现有点熟悉 似乎是他惯用的手段 我派人一边去调查江竹心近期的动向 一边追踪那些舆论领袖的IP地址 最后竟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 江竹心在同时操控很多个账号 专门引导了这场舆论 得知真相后 我们公司的公关部负责人 难以相信这是他一个人的手笔 他真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甚至不需要时间吃饭 睡觉 上厕所 我啼笑皆非 江竹心竟然这样 使用他双倍时间的超能力 就为了专门给我使绊子 但他这次的手段高明了很多 他引用了片面但真实的数据 引导着大家得出片面的结论 我很难抓住他的把柄 19 在这个危急时刻 许卓的研究论文终于完成 被顶堪接收了 那天晚上 我们开着车漫无目的飞持了很久 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上 我们坐在车顶 对着满天星空喝酒 许卓最眼朦胧地问我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能成功 我拿着酒瓶 摇摇晃晃与他手里的相碰 清脆的声音被风卷得很远 因为我见过 你说什么 许卓没有听清 我附在他耳边大喊 我说 注意身体健康 赶紧去做检查 20 我在许卓论文健康的那天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摄像机前 我缓慢又坚定地说 公司人员的性别构成差异问题 确实是我的疏忽 为此我诚恳致歉 其实在公司成立初期 我同样也对很多位 杰出女性发出过邀请 但初创公司嘛 风险太高 男人相对来说 更加好骗 这个小小的玩笑 缓解了现场紧张的气氛 与此同时 全网的直播弹幕上 有不少曾收到过 合作邀请的女性 出声为我作证 也有更多人质疑我 我这话是否在暗示 女性缺乏冒险精神 有记者问出了 这个尖锐的问题 我笑了起来 按下手里的遥控器 身后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许卓 和她那篇 发在顶刊上的最新论文 今早 这个成果刚刚震动了世界 这是我司最冒险的投资项目 今后 也将会是我司最成功的项目 她的核心研究者 项目管理者 是位杰出的女性 她在博士就读期间 就开始了课题研究 五年过去 她没有做出任何成果 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她能成功 当然 除我之外 我顿了顿 继续说 我司至今的所有利润 除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外 全部投进了这个项目里 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收益 前段时间 还有人评价 我的投资计划是过分的乐观 盲目的冒进 愚蠢的挥霍 现场笑声一片 事实证明 我成功了 她也成功了 我们将联手 开创一个更伟大的公司 我看着镜头 闪光灯淹没了我整片视野 老实说 我必须承认 我成功的过程 并不十分光明磊落 起初也确实基本依赖男性 为了节省时间 减少阻碍 我用超能力作弊 去撬动他们手中的资源 但没关系 撬动来的资源 掌握在女性手里 我在这里承诺 我们的新公司 将保证两性间的绝对平等 只根据能力提拔人才 同时 我们将保障女性员工 完整的带薪产假和哺乳假期 男性也必须修同样时间的产假 和哺乳假 去照顾他们怀孕的妻子 和新生的孩子 曾有人和我说 要学会享受生活 我思将拒绝内卷 希望每位员工 都能平衡生活与工作 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有位女记者高高举起了手 她念出了直播弹幕上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公司真的不会倒闭吗 在现场的报效声里 我无奈耸了耸肩 我尽力不让她倒闭 21 两年后 我的新公司彻底步入正轨 CEO是位杰出的女性 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乐于当一个甩手掌柜 开始环游世界 享受生活 上辈子的十年里 超能力像是上天的礼物 也像是一种诅咒 她帮我跨过了普通人 和天才的那道鸿沟 让我接触到了全新的世界 可掉队的恐惧也驱使着我 一刻不停地往前冲刺 冲刺 从没看过一眼沿途的风景 当超能力消失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多出来的时间成了我的枷锁和囚牢 但我也感谢她 至少她给了我一个 假扮天才的机会 好几年后 在海边度假时 我收到了李莹的消息 她提起了江竹心的近况 听到这个名字时 我愣离顺 我已近乎将她遗忘 燕雀安知红虎之至 红虎也根本懒得 去听一只燕雀的鸡渣 我甚至懒得 费心思报复她 以她的性格 我过得好 便是对她最大的报复 她会自取灭亡 江竹心果然 没能出乎我的意料 这两年 江竹心跟发了风似的 她在酒店干饱节 碰到了林维生 竟然偷偷拿房卡 爬上了她的床 她非说 她才是林维生的一生挚爱 林维生叫人 把她赶到了大街上 结果当晚 她跳楼自尽了 听到这里 我心中一动 问了一句 是在哪跳楼的 好像就是市中心 那栋楼商场 居然与上辈子 苏小倩跳楼的地点一样 冥冥之中 因果报应 那苏小倩呢 苏小倩因为江竹心 和林维生闹了别扭 她怀疑林维生出轨了 丢下一纸离婚鞋一跑了 我看她朋友圈 过得潇洒得很 林维生正满世界追欺呢 要我说 林维生也是倒霉 碰上一个疯子 我想起上辈子她俩的故事 回了句谁知道呢 忘记吞咽 然后被呛到 咳得满脸通红 我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 这样的明媚的日子 永远也不要过玩 全文完